大家好,我是小熊草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週五幻境試煉的關卡內容 那馬上來看一下關卡資訊 第一個關卡是秘術之不如小補 那第二個關卡是秘術之同歸於盡 那根據他們字面上的意義 大家可以稍微猜測一下關卡內容 秘術之不如小補的話 就是他們大多帶有盾轉或轉盾的技能 那在這兩個技能的加持之下 他們就可以快速的回血 那秘術的同歸於盡的話 我們就等到後面再來講 那一樣,因為是30等的關卡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用AOE的角色來碾壓 不管你是多低等 基本上都應該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練一隻咕嚕瓦德的話 因為前面有講到他們帶的是盾轉 那他們本身帶有盾牌 所以你不秒殺他們的話 他們就會回血喔 那我們這邊用法蒂瑪的2技能來做輸出 是為了讓我們的黃格可以留多一點下來喔 比較有機會可以湊出古魯瓦德的大招 那這邊就快速的通過了第二關 那從這隻第三隻開始 就是幻境事件都是從第三關開始嘛 就有點不一樣 那這隻的話 他是帶盾轉 那揍完人以後會帶轉盾 所以他揍完人以後你不要揍他喔 不然他就會有盾起來 然後他就會補血喔 那只有一回合 所以我們就等他一結束我們就把他打爆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秒殺的話是秒殺最好 那這隻的話就跟前面那隻一模一樣 一樣是天生帶盾轉 然後打完人的時候會有轉盾的效果 那那個時候不要揍他喔 那這邊古魯瓦德的破甲傷害是不夠的 我們這時候等級應該是在51的 那再補上傷害 就把他帶走 那就到了最後一關了 他們是都會放盾轉 然後CD到的時候會放轉盾 所以一樣就跟前面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血量稍微是有超過30等關卡水準的量 應該就蠻多的 我們一個大招 沒有 兩次大招是殺不死他們 那這邊我們就會再開一次大 然後再用法蒂瑪就可以把他收掉 他這邊攻擊 得到一個轉盾 然後再接上法蒂瑪的攻擊 就結束了 那 19回合 分數是581分 那馬上來看一下下一個任務 不是下一個任務 不是下一個任務 不是下一個關卡 是15等的秘術之同歸於盡 我們是53等喔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納吉爾是52等 然後暗約是53等 前面有點講錯 但是我們的古魯瓦德是50等沒有錯 所以你50等的時候是殺不掉剛剛那個關卡的角色的 不是角色 殺不掉那個關卡的敵人啊 那這邊我們就使用了回血陣跟盾牌 那為什麼會有盾牌呢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 安吉利亞幾乎是這一場的MVP喔 那其實只要可以架盾都是MVP啦 那這邊就看到我們第一隻 可愛的生物 是一隻長得像橡皮蟲的東西 那你打他多少 他就會回來還你多少 而且 你就算架盾 他也會直接穿透那個盾打在你身上 算是稍微麻煩一點 那 像剛剛我們打名就是2000多 那因為他剩600多滴血 他也就只會還你600多 所以是可以利用的 利用的一個機制 可以讓你打快一點 如果他血量低於你全部人的血量 你就可以打快一點 那這邊我們的全部人都倒下 但沒有關係喔 因為這一個關卡的話 的第三關是不會打人的符文石喔 他的效果的話就是 你的血量在50%以上的時候 你打他是減傷50%的效果 那如果你的血量50%以下 你打他就是完全傷害 那我們這邊先 把角色都 進入快要callback的狀態 然後再慢慢的輸出 因為如果可以只讓一直吃到傷害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幫其他自回復血量 那這邊基於無吶 我們還是先把暗約叫起來 那這邊安傑也站起來了喔 那我們這邊是要先存一些安傑的魂印 這樣我們最後一關才可以利用他給的盾轉來回血喔 那如果這一關沒有用盾轉的話 他的CD很快 那打人算是有點痛 而且是群傷喔 再加上你打他還會反彈喔 那是會很容易陣亡的 那我們就利用他會給我們盾轉這一點 帶上了安傑 所以安傑幾乎是這場的MVP啊 那這邊先架兩層盾 然後丟一顆1047攻擊力的糖果 我們就會因為盾的關係回滿血 那接著就是把我們主力攻擊手暗約拉起來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結束這一關了 那安傑的疊盾應該要疊到 大概兩千多吧 就是暗約打一下不會死掉的範圍喔 這樣才可以每回合利用盾轉來回血 好,這邊就把四魂鷹打出去喔 可以看到我們打出了4000的傷害 那他的反彈是會直接把角色反彈死喔 是不會看那個盾牌的 那我們這邊沒有要優先把暗約給拉起來了喔 我們就要用我們納傑造成大量輸出以後 然後再最後再拉暗約起來做最後一波攻擊 那最後我們就收掉他了 那就完成了這個關卡 那32回合那只有4關 所以是468分喔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分數 那我們影片就大概到這邊囉 如果你對熊草有什麼建議 或是對特殊配對有什麼看法的話 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左下角按讚 右下角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囉 我是小熊草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